看到一向好脾气的光头奶爸愤怒回对乱投诉的游客 才明白不明真相的键盘侠有多过分 起因是这天游客看到萌大在外场买回走动 一口咬定这是刻板行为并指责饲养员不干预 奶爸只好亲自下场耐心解释 表示萌大储在发情气暴走是正常行为 可不良游客宁愿相信网络上的专家 也不肯相信从业十年的饲养员 双方还因此发生争执 忍无可忍的光头奶爸才会愤怒回对 事实上北洞被莫名投诉的事件屡屡发生 前段时间奶爸们就应该小白天按摩而被指责 理由却是性别不同 这种奇葩的投诉真的是活久见 就连一向低调的寄奶爸黑粉也不会放 萌兰因干犯着急而吐损 却被某些不怀好意之人说成北洞投为烂损 奶爸只好拿着食物去自证清白 要知道徐老爷经常在微博晒萌萌的美照 可就是这一举动让某些黑粉们看不惯 指责大熊猫和饲养员的关系太过轻